我準備要洗澡又聽到廣播說 已經沒有瓦斯了 對 那個時候是後續的 真的沒聽錯 洗澡要等里長廣播通知 不然冷嗖嗖的天氣 天然氣不足 只能洗冷水澡 真的受不了 日前寒流一波波來 卻因為是管線末端 類似這位先生 沒熱水洗澡的痛苦經驗 陳情新北市議員張偉倩 中和一帶 大約有一萬多戶受影響 主要集中在南市和原山地區 我認為說它這樣子的處理 其實算是有誠意的 那至於賠償方案 折抵三日的基本費 以及三日的平均使用 我也是覺得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最重要的是 清新天然氣 一定要針對這樣子的進氣 還有供氣的問題 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天氣冷門熱水洗澡 住戶快爆氣 消費權益受損的情況下 在市府小保官介入調查後 新新天然氣重寬認定補償用戶 包括扣減三日基本費 和平均使用費 另外張偉倩表示 消息曝光後 還有位在補償禮別的華新禮 內南禮以及警服禮 將會由小保官和新新天然氣 進行商議保障消費權益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林立如新北報導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農室